不知大家是否有过这种感觉 脖子时常感到酸痛 体重突然暴增 泰国有位小哥就经常这样 他突发奇想 自拍一张 却发现自己脖子上齐了个人 阿松是一名摄影师 有意见自己的摄影工作室 这天和好机友们聚玩会 由于喝了酒 于是让女友小美开车 归家途中 阿松借着酒劲 对女友几枚弄眼 二人含情默默有说有笑 俗话说秀恩爱死得快 结果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 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女人 小美躲闪不及 直接将女人撞飞 提醒大家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行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累 看着躺在地上的女人 小美想下车查看 阿松却怕摊上麻烦 让女友赶紧开车离开 二人就这样逃离了现场 第二天 阿松像个没事人一样 继续着自己的工作 然而怪事开始接二连三的发生 在给同学们拍毕业照时 人群中突然出现一个阿飘 再定睛一看 阿飘却又消失不见 阿松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 也就没放在心上 然而当她去打印店取照片时 发现每张照片上都有一道白影 她以为是老板计数不行 结果老板拿出底片 没想到连底片上也都是残影 另一边 小美自从肇事逃逸后 精神也不太好 她回到家中 看到浴室灯亮着 以为是阿松回来了 可呼喊她的名字却没有回应 走近一看 浴室门把手突然疯狂转动起来 然后门自己缓缓打开 小美走进去 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突然从洗漱池子里 钻出来一只阿飘 吓得小美掉头就跑 可浴室门怎么也打不开 阿飘一步步靠近 小美惊醒 原来是一场噩梦 接二连三的怪事 让小美感到很不安 于是来到寺庙祈求平安 二人无意间 在寺庙内的照片墙上 发现每场车祸现场都有那道白影 难道真的被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 怀着坠坠不安的心情 二人重返车祸现场 工作人员却回应 当晚根本没有发生车祸 阿松又打电话给各家医院 收到的回复都是 最近没有收到出车祸的患者 然而怪事还在继续发生 回到家后 阿松在冲洗底片 突然出现一个阿飘影子 还猛地转过头来 吓得阿松一机灵 正时一个人走了进来 阿松以为是小美 与此同时 客厅里电话响起 阿松拿起电话 对面却是小美 说马上到家 阿松瞬间懵了 几倍发凉 小美还没回来 那么刚刚那个又是谁 事情愈发的诡异 小美无意间在路边 发现一本灵异杂志 二人决定到杂志社了解一下情况 没想到刚进门 竟看到美工小哥在屁图 杂志社老板奸状也不装了 表示大部分灵异照片都是屁的 但也有一些是真的 说了还拿出一些给二人看 老板表示 阿飘出现在照片里 要么是爱你的人不想离你而去 要么是恨你的人来找你报仇 听到这 阿松眼神飘忽瞬间心虚 回去的路上 阿松感觉自己脖子莫名感到酸痛 就像什么东西压着似的 去到医院检查 除了体重超标之外 其各项指标都正常 于是他又回归正常工作 忽然工作是灯光熄灭 摄像机闪光灯自己闪烁起来 阿松连滚带爬的寻找电源开关 丝毫没有注意到黑暗中 有一个诡异的黑影 从未见过这样的渣男 女友省吃俭用 每天挖野菜 给他买了一台新衣的相机 没想到 男人转眼就要和女友分手 就算女友割腕自杀 他也无动于衷 隆今 阿松交了新女友 他的报应也随之而来 正天 他满心欢喜的来找女友小美约会 只见小美缓缓转过身 差点没给他下背过去 阿松猛的惊醒 原来只是一场梦 喝口水压压惊 发现好友阿汤神志不清 递出现在自己家 嘴里念叨着自己要死了 还要阿松把照片交出来 安抚好他的情绪后 阿松给阿汤妻子打去电话 然而转过身来 阿汤却突然消失不见 由于担心好友的安危 他来到阿汤家中 发现房间里一片狼藉 一转身 发现阿汤站在阳台上 还没等阿松反应过来 他就静止从十几楼跳了下去 好友就这样死在自己面前 还没等他缓过来审来 阿汤的妻子又给他带来了号 他们大学一起玩的几个好兄弟 都跳楼自杀了 阿汤妻子询问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阿松却不敢言语 另一边 他的现女友小美也发现了一场 小美无意间发现 相册中有一张男友和别的女人的合照 于是 他拿着照片找到阿松质问 阿松一脸惊恐 终于说出实情 原来这就是他的前女友纳塔 大学时期 纳塔性格内向没有朋友 只有阿松愿意靠近他 两人渐渐发展成地下恋情 纳塔省吃俭用 只为阿松心仪的相机 本以为阿松是一个值得依靠的男人 但当他的好兄弟们 当着他的面调戏纳塔时 他却无动于衷 甚至在一旁偷笑 事后 还跟纳塔提出分手 纳塔以割腕自杀向威胁 他也无动于衷 头也不回地走了 从这以后 他就再也没见过纳塔 小美听到这事之后 大骂阿松是个渣男 质问他为什么 不像个男人一样站出来 阿松确实一脸无辜地 表示自己没有办法 现在好兄弟们都相继跳楼 下一个可能就是自己了 看着可怜兮兮的男友 小美还是心软了 从这以后 阿松整日整日睡不着 只能靠安眠药度日 再这样下去迟早被折磨而死 于是他们决定 去纳塔家中一探究计 在路上 阿松似乎看到了什么东西 一脚油门 车速直接飙到120 然啊 转头一看 差点没给他方向盘下掉 再定睛一看 却什么也没有 再一回头 大晚上的直接给阿松吓走了 经过一晚的狂奔 他们终于接近目的地 阿松来到路边问路 却发现一个小和尚 一直奇怪地盯着自己头上看 总算来到纳塔家中 阿松试探性地问起纳塔 没想到纳塔母亲表示 纳塔今天不舒服 正在楼上睡觉 这让阿松二人一脸猛逼 难道纳塔还没有死 那缠着自己的阿飘是谁 趁着纳塔母亲不注意 二人偷偷溜进纳塔的房间 发现满屋子瓶瓶罐罐 果然有个人躺在床上 掀开一看 却是一具干尸 吓得二人连连后退 原来 纳塔早就已经死了 母亲不愿接受这个现实 于是一直用药水 保存着女儿的尸体 在阿松二人的劝说下 纳塔母亲总算是放下执念 同意让女儿入土为安 为了让纳塔灵魂得到安息 他们请来大师为他超度 突然 阿松感觉身后一阵阴风吹过 缓缓扭过头 一只手直接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他猛地站起 却发现身后什么也没有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 然而还早正呢 男人和女朋友正在睡觉 突然 辈子不知被谁拽了下去 男人起身查看 这一下 直接给他吓猛逼了 他拼命地摇晃旁边的女友 女友却睡得嘎嘎香 突然阿飘又消失不见 他小心翼翼地朝床底望去 却什么也没有 一转头 差点给他吓尿 直接丢下熟睡的女友 拔腿就跑 阿飘紧追不舍 甚至还给他表演一个天花板倒立 阿松这下是真怂了 死命往楼下跑 却发现自己一直在四楼打转 他一时地自己遇到了鬼打枪 于是他决定不走寻常路 找到消防楼梯 顺着楼梯往下爬 外面雷雨交架 阿松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 我的妈呀 为了大家着想 还是不给你们看了 阿松心乱了 恨不得直接从这跳下去 阿飘依旧不肯放过他 突然他一个手滑 直接失足掉了下去 你以为他死了吗 那就太便宜他了 第二天 他从医院中醒来 女友小美安慰他 那塔的尸体今天就要火化了 一切就要结束了 原来昨晚的那只阿飘 是他前女友那塔的鬼魂 因为之前辜负了他 所以一直缠着阿松不放 本以为事情会随着这一把火结束 然而并没有 小美无意间发现 一达照片里有鬼影 她将照片落好 像放幻灯片一样翻动 发现这个阿飘 正在柜子上寻找什么 于是小美来到柜子前 一番寻找 果然发现了一张底片 他将底片洗出来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照片上一个女孩正在被侵犯 这女孩正是阿松的前女友那塔 原来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当年阿松的兄弟们 当着他的面侵犯了那塔 可他却只是在一旁看着 还让他拍下照片 以此来威胁那塔不要报警 从未见过这么怂的男人 事后 他还向那塔提出分手 那塔绝望了 以割腕自杀向威胁 然而阿松还是头也不回的走了 真是渣男典范 知道真相后的小美 当场跟他提出分手 这就是报应 现在 阿松的兄弟们都相继跳楼 女友也离他而去 而那塔的鬼魂依旧不肯放过自己 他拿出拍立的 想在屋子里找到那塔的踪迹 屋里屋外都照了一个遍 都没有发现那塔 阿松愤怒的将拍立的摔在地上 拍立的朝着他咔嚓一声 一张照片缓缓而出 阿松捡起地上的照片 昏都下没了 原来那塔一直骑在自己脖子上 难怪自己总是脖子酸痛 体重也莫名其妙飘升 阿松不知所措 这时那塔蒙住了他的双眼 俗称鬼蒙眼 阿松两眼一黑 像无头苍蝇一样 在房间里晃晃悠悠 直接从楼上跳了下去 你又以为他死了吗 还是没有 阿松被摔成了脑残 住进了精神病院 而那塔就一直骑在他脖子上 将永远陪伴着他 不得不说 那塔简直就是鬼界良心 业界楷模 冤有头债有主 绝不滥杀一个无辜 不知道看完这部电影 大家脖子有没有感到一阵酸痛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